尘埃落定 姚明正式卸任篮协 卸任时间敲定 明记透露具体的内幕 在巴黎奥运的陈希 尚未揭开序幕之际 关于姚明在中国篮球协会 未来去向的议论 已如春日细雨般悄然弥漫 明记赴正浩 以她敏锐的洞察力 倾起朱唇 遇见了奥运后 协会人事更迭的常态 而姚明率领的中国女篮 在巴黎的舞台上意外遮挤 未能突破小组重围 这一结果 恰似秋风中的落叶 预示着变革的前兆 随之姚明卸任的呼声 如同冬日寒风中的号角 渐次响起 和以众多篮球迷心怀此愿 首要缘由 源自中国南篮的战绩阴霾 自2017年姚明执掌篮协率印 坚扛2020东京奥运之梦 却未曾料想 2019南篮世界杯上 我们坐拥天时地利人和 却仍未能跨越失败的门槛 极致巴黎奥运周期 虽有外籍名帅乔尔杰维奇加盟 中国南篮的赛场表现 却如一盘散沙 最终乔帅带着遗憾 重返塞尔维亚 留下一地唏嘘 再者 CBA联赛的风云变幻 亦是众矢之地 七载光阴 本是职业化进程 大步向前的黄金时代 却不料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寒冬 深圳 广州等净旅 为求生存 不得不忍痛割爱 出售队中核心 这一幕幕 如同冬日里凋零的枝叶 诉说着联赛的无奈与艰辛 至于中国女篮 从西日世界杯的荣耀亚军 到如今 小祖赛的黯然离场 这成绩的滑落 犹如璀璨星辰 骤然失色 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姚明 是否会就此卸下 蓝鞋的重担 铭记扬毅 于此时挺身而出 以他独有的权威与深邃 揭开了姚明任期的神秘面纱 他言 姚明于2017年 接掌蓝鞋 原定于2021年换届 却因疫情肆虐 不得不延后两年 直至2023年 方得重启 而姚明再度当选 其任期已锁定至2027年 皆因协会规定 一把手之位 仅可连任一届 此言一出 无异于一时激起千层浪 却已透露出姚明继续留任 直至完成使命的坚定信号 如此看来 姚明在蓝鞋的旅程 或将是一段风雨兼程 始至不渝的传奇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引领中国篮球 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感谢观看